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 我是幸福的眼味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我家的西红柿鸡蛋汤的做法 材料比例其实是比较随意的 喜欢西红柿浓就多放西红柿 喜欢蛋花就多放鸡蛋 我觉得一个西红柿配一个鸡蛋是比较合适的 我家那哥们儿不喜欢西红柿 所以我会多放一个鸡蛋 西红柿洗干净切成小块 我都是切成滚刀块 就比较随意的切一切就行 有的时候心情好 还会提前先给西红柿去个皮 我们家那哥们儿有一次喝汤的时候跟我说 你能不能提前给这个西红柿去个皮啊 一边喝汤一边吐皮实在太烦人了 我说你要什么自行吃啊 正好可以多锻炼一下你的咬鸡 你们做西红柿汤的时候会去皮吗 这个汤我是跟我姥姥学的 反正我姥姥每次做的时候都会提前去皮 我就是懒 青菜洗净切碎 应该放点香菜 但是我们家有一个不爱吃香菜的 我就放点青菜点缀 再准备一些水淀粉 鸡蛋用筷子打散 然后在蛋液里再来点水 这样最后做出来的蛋花会比较好看 先把锅烧热 然后放一点油 放根葱 抢一下锅 有的时候懒得切葱呢 也不放 炒出香味放入西红柿 炒一会儿 把西红柿炒烂 炒出红汤来 现在这个锅里的西红柿都挺烂的了 还出了好多汤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水了 然后大火煮开 这个时候可以把葱捞出去 当然了如果你实在咸的没事的话 也可以顺便把西红柿皮捞出去 开锅以后可以放点盐和白胡椒粉调味 然后青菜也放进去 然后一边用筷子搅拌 一边倒入水淀粉 再次开锅以后就倒入鸡蛋 如果你喜欢大片的蛋花 就可以像我这样 转着圈的慢慢的把蛋液倒进去 如果喜欢那种小的 就一边倒一边搅拌 蛋液倒入以后 我就会马上关火 然后放点香油 我今天用的是电磁炉 虽然我已经关火了 但这个锅还是沸腾的 我一般不愿意把蛋液煮得太老 蛋液倒进去以后 马上就熟了 赶快关火 这样口感比较嫩 这个鸡蛋西红柿汤就做好了 是我们家出现频率最高的汤 大家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看你们是否喜欢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